由五位当代中国艺术家所组成的政治纯形式办公室简称郑存办 政治纯形式办公室简称郑存办 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冯浩、肖玉、宋东、刘建华和艺术评论家冷灵等五人 约2005年成立的一个艺术小组 郑存办以集体主义的形式概念和创作思维为艺术发声 陈述世界史潮下 中国社会变异的脉动正不断加速的现况 郑存办的每位成员在国际当代艺术领域中 各有鲜明的艺术面目和个人风格 并对当代艺术的论述有其读到锋利的见解 他们都生于文革开始的60年代 经历过无产阶级的集体公社生活 到了80年代 中国正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运作 城市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的身影 随着高楼的矗立 见次取代共产社区的历史风貌 之前长达20年的极端社会主义 转变至当今随着世界趋势而不断的变貌发展 郑存办敏锐观照中国现实环境的转向 从中察觉出人我之间对应关系的巨幅变化 由社会主义具体指向单一目标的解密性 就向资本主义私立至上的物质消费和人性疏离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